大白天带她上摩铁。她的这一发成热搜大头条。 开卧鲜肉男摩铃百瑞与文青女神王静被带到大白天前进摩铁,这发舞炮还真是炮声隆隆,震耳欲聋。 一般来说,比较保守的华人还是习惯打夜炮,会在日头赤炎炎时轻香轻炮管,可见真的很需要。 遥想2012年,一婚16年的娱乐圈古鱼男黄品源,被活歹歹住19岁的小摩杨嘉欣进汽车旅馆,从5点半进去到7点半都没出来,好爸爸,好老公形象一息破宫。 事发后,虽然黄品源表示杨嘉欣是她的标志女,却归扯去摩铁石带她去见戏剧制作人及导演,约好四人一起看DVD。 不仅黄品源的好友彭恰恰批她掰的理由很瞎,该精品旅馆部分房间也根本没有DVD机,更禁止两人以上进房,等于明打黄品源的脸,而黄品源也在这事件后与妻子尼尔离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